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可以去问专家 如果颅内手术没有准备好 可以草率替病人开刀吗 杨建安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 王董事长 议长的手术到底还要不要做 为什么让我们等那么久 记者先生 记者小姐 抱歉 让你们久等我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陈俊南先生的团队 照顾不周 害医长的颅内动脉瘤 在手术前爆开了 大家也不必紧张 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陈俊南医师也在医长身边照顾他 只是 原本要动手术的两位医师 只来了一位 还有一位李友志医师还没到 所以现在没办法决定 要用微创手术或是传统手术 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 本院还有其他很优秀的医师 但是 最近陈俊南医师的身体不太好 在安排医师和应变方面比较差 所以我代替他 还有他的团队 向大家道歉 医长夫人来了 医长夫人来了 医长夫人 医长夫人 医长目前身体状况怎么了 听说是陈俊南医生照顾不周 才让医长动脉瘤爆开 你们有要继续让陈俊南 替医长动手术吗 请大家放心 医长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了 其实动脉瘤就好像一颗不定时炸弹 什么时候会爆开 没有人能够知道 但只要稳定好血压 控制出血 其实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现在陈俊南医生 跟他的团队斗筋准备好了 马上就要帮医长动手术 请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全力救医长 也请大家先冷静下来 我们一起帮医长加油好吗 谢谢大家